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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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李宗盛 不好意思 今天早上迟到零 十二到前 然后呢 我的主题名字叫做 《谈谈网页中的信息》 可能内容没有像刚刚 今天几位大神那么强的专业性 我在这里聊得比较多的是 就是那个关于妹子 还有汉子 Kawaii的妹子 然后呢 首先为了重重的承拔一下 我自己今天迟到 所以我决定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李宗盛呢 他来自微型的UI开发组 然后呢 前段时间很喜欢飘移 所以呢 他从广东朝山那边的 八香山 然后呢 一路向我飘飘飘飘 然后呢 我也忘记自己 跑过多少个山河了 反正今天能够很健康很平安的 站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是非常的庆幸 并且也是感到身份的荣幸 那个 那个人经常 呃 虽然生活里面 我是很低野性的一个人 但是呢 我在工作中 其实是一个不清醒的 因为 呃 反正我算了不起 然后呢 就是 呃 我主要负责的业务呢 就是 微信的开发平台 以及 微信的公众平台 还有 现在那个小程序的后台 的UI开发 然后呢 里面那个公众平台 相信大家应该都是 比较熟悉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 也是我是 目前来说最熟悉的一个业务 因为这个平台是我 跟另外开屏的一个前端 那个 口对口 手把手 一步两步这样搭起来 整个平台就是很困难 跟搭线 然后就一直先在来 一直在用 然后呢 这是 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 就是 呃 谈谈我们业务的信息 那 我们都知道 呃 现在快逛年了 下个月就逛年了 然后呢 问题就来了 回家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被叫去相亲 对吧 那 妹子呢 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诶 你是干嘛的 那 我是干嘛的 这时候呢 我脑海中浮现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作为网页的开发者 然后我们去开发网页 最后呢 又去使用我们的网页 这是我们 呃 呃 就是 呃 别问我们的时候 脑海中呈现的一个场景 那 UI开发呢 它是网页开发里面的一个网节 呃 我们呢 就像是工匠 那 网页呢 是我们的一个艺术品 而 今天也很多 呃 大声都讲到了一个 硅板 还有一些 UI 库 那这些都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工具 对吧 那 目前来说的话 那 现在业界里面有很多很多 这种 UI的 计划的规范 以及那一个 UI的一个框架 这上面就是 简直就是百花正名百家齐 齐齐吧 但是呢工具呢 不应该宣秘夺主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核心 把我们的焦点聚焦在我们的手 创造的艺术品上 对吧 然后呢 这次呢就是 主要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们是如何看待 如何对待我们的艺术品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是很牛很牛很牛 很牛逼的一个人 是HTML的发明者 他叫蒂姆瓦拉斯里 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 那旁边这个网站是我们 呃 第一个 世界上第一个网站 那这是他的原话 翻译过来的也是 是网页是我们共享信息的一个平台 那我这一次的分享呢 主要就是 呃 跟大家讲一下 刚刚说到信息的一个平台 那信息与网页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样的 第二点就是讲一下 诶 信息的特征是什么 然后网页的特征是什么 第三点就不再讲一下 诶 那网页作为信息的一个成长 那信息在网页中的一个形态 会是什么样子的 主要就跟这两个 这三个方面 所以呢 可能内容跟前面几位大臣 有点不同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 信息与网页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这样思考的 信息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呢 会形成一个上下网 而网页是信息上下文的一个情景 重现 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 首先信息与信息之间的联系 会形成一个上下文 这个应该比较通俗也比较易懂 对吧 比如看到这样的长个词 小桥流水人家 那这个时候呢 我想问一问大家 脑法中浮现的一个情景 是怎么样的呢 那总有一些人看到的是这样的 也不是看到这个脑法中浮现的现场 是这样的 看到那几个词 根据上下文会联系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在脑法中 然后呢 有些同学浮现的情景是这样子的 但是不管是哪种情景的一个重现 不管是哪种画面 都是我们大脑 我们大脑对 那个信息上下文的一个情景重现 这里就是 大家解释一下什么 就是情景重现 好 那我们刚刚说 网页式信息上下文的一个情景重现 这个又是怎么理解呢 我们是这样思考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下个月过年了嘛 那一过年回家 不管是当生的还是不当生的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了 都要掏腰了 然后呢 要给亲戚好友的一些小孩 对吧 那我们就举个红包的例子 现实生活中的红包 是这样的一个 红式的小代表 对吧 那在网页中 今天好像 刚刚预伯也是发 就是发红包 那我们看 其实早知道 我应该举个例子 就是 这是 微信公众号 图文消息里面 那个赞赏的红包 那在网页里面的红包 可能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方块 那它我们可能会对这个红包呢 加上边框 还是背景 以及对那个金额 进行那个文字大小啊 颜色啊 自己设置 然后平和成我们的一个红包 那这样看的话就是说 红包是 这个小方块就是红包 在网页里面的一个情景 从下 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第二点 网页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这个三个特征 大家可能都很清楚 跨平台 可版本可用 可是 呃 就不一定有 呃 有很多人就会去探索 就是说 哎 为什么网页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下面我们就要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首先第一个 跨平台 怎么理解呢 现在我们知道就是 呃 有手机 我们的网页要进入手机端 PC 啊 Windows端 Mac端 还有手表 以及那一个 呃 印刷阅读 对吧 各种各样的媒体 那正是因为这些平台 都能够去解析网页 都有解析网页的工具 所以网页才可以运行在这些平台上面 所以我们说它天 天生就具有良好的那个兼容性 第二个特征是网页的可满访 那普通用户在保护网页的时候 就像很般 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是滑屏 对 刷刷刷刷刷刷 那对于盲人用户呢 他们是怎么样去游览一个网页呢 怎么就会依赖一些程序 比如说里面的那个voiceover 对吧 这些手势 举个例子 还有很多很多 然后就想要强调一点 也就是说 不同的用户 他在访问网页的时候的行为 是不一样的 那不同的行为呢 可能就会对他所获取到的信息 有一些区别 那我们看一下 网页的变成的特征可用 用户在不同的环境中 如果说他去使用网页 然后获取信息 并实现他原先想要在网页里面 得到了一些目标 那他所获得的那个效益 效率以及他在网页里面 体验的一个满意程度是不同的 我们就把它称作为网页的可用 这是我最近玩的挺多的一个游戏 就是手机 那作为一个用户呢 我在玩的时候也有一些 关于可用这一方面的小小性格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这个游戏里面 购买英雄的一个页面 我们把交流放在 他的右下角 这里有一个刷新按钮 就是说刷新是一个 英雄猎 但是这个按钮呢 他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是免费的 每天只有一次免费的机会 从第六次开始 就会要收费的 但是呢因为他跟那一个 我们的钱包关系是绑定在一起的 所以你不小心一按钮 钱就去了 这是一个免费的状态 这是费的状态 所以这样的一个切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 他其实 因为是同一个世纪 不同状态 没有一个对比 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 没有十倍的大 所以很容易就发生了误点 我自己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 然后掏了上千的钱币 那本来就很不好识别了 但如果是对于全马的用户 的一个体验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免费中卡 切到费中卡 因为没有了市场 所以更加不容易识别 这样子的话呢 就更容易去误点了 那我们其实可以 想个办法去提升这样的一个体验 比如说我自己举个例子 可以增加不同状态之间的一个 同一度的一个对比 好这里简单自己批了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复费状态 然后把这个对比度调得更大一点 这个时候呢 不同状态就很容易区分了 那就不会那么容易突然 你就能够识别率更高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三点 就是信息在网页中的一个形态 这个也是知识分享的一个重点 我们说网页在信息里面 我们网页是承承信息的 那信息在网页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由于信息组成的一个上效 然后呢实体形态 实体形态呢就是标记组成的一个上效 而表现形态是由央视组成的一个上效 这是我们对网页中的信息去总结的三个形态 可能有点抽象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意识形态 刚刚说信息的意识形态呢 由原信息组成的一个上效 然后呢一个信息有潜着一种意识形态 每一种意识形态呢 只能对一个原信息的上效 我们拆开来看 这是一篇公众号的文章 大家啊其实可以看一篇 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它是什么叫做的 毕竟省飞其理 然后呢 这个公众号的文章 这个信息它包括哪些原信息呢 有标题 公众号的昵称 作者昵称 日期以及正文 那原信息之间呢 会产生一个上效文 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信息的上效文 那这就是信息在网页中的一个意识形态 而信息一样是存在了 那它的信息结构也随之明确下来 所以我们说每个信息有钱 只有一个意识形态 我们看第二个 实体形态 实体形态是由标记组成的一个上效文 比如说这篇公众号的文章 它由 这些标记组成 这些就是那一个 这一个 公众号文章是一个信息的一个 实体形态 那我们说 实体形态呢 这个信息有多种 实体形态 而每种实体形态 对于一个标记上效文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多种实体形态 体现在HTML的语意 以及HTML的一个欠套上面 根据不同的语意 信息的实体形态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来看一下另一个例子 这个 在场应该都没有文章 没见过吧 还对吧 然后里面有一个 很古老的一个梗 就是 我要 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都知道 海贼王的男人 是这个梗里面的一个核心 我们现在要强调它 但是不同的语意的强调 它所使用的HTML 是不一样的 比如如果我们强调它用的是B标签 那这个时候代表的是 它是上下文中的一个关键词 刺中的是一个指示的作用 如果使用牌标签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的是上下文不同的一个语气 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强调 如果我们想要很明显的去加入强调它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始终的标签 另外一个也是这个等的一个核心 是EAN EAN的话就是说 次终于代表这个内容 它有可能会发生电话 所以如果 如果我是想要表达 诶 海贼王的男人 这是一个关键词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用回标签 如果我们想要表达 诶 这是跟我们整句话基调不同的一个口吻 那我们就可以用爱标签 如果很明显的想要去强调它 那我们就应该用始终标签 如果是觉得海贼王的男人 有可能会变成海贼王的女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用EAN了 这就是所谓的不同的语意 那不同的语意 会对于不同的那个HTML 就是那一个信息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刚刚说 信息的设计型态呢 是不同的 那这各方面也来自HTML的一个签讨 对了 刚刚这里忘记说 就是在我来自这些设计分享之前 神飞 他特地特地跟我说 他很喜欢海贼王 而且他还跟我说 他也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我们继续说 就是信息 他的实体是不同的 那来自HTML的前方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 这是一个公众画 这是一个微信 规划的一个列表 那里面有一个消息模块 它是由那一个用户的一个封面 所以你头像里面 以及那一个封面 还有那一个消息补体 以及时间构成的 那它的原性也包括这部分 所以我们简单实现的就可以这样实现 但我们也可以加入HT或者BD 让它这个信息的模块更加的结构化一点 还有我们这里说呢 HT表示的是一个模块 第一想要传达给用户的一个首要信息 而BD呢 是一个模块的一个主体信息 FT呢 是模块的附加信息 所以如果通过这样的一个解释的话 这样的一个设计意图 那HTML呢 它就是变成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说 信息的实体形态是多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 信息的一个表现形态 我们说 它是由样式组成的一个上下纹 这个应该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不同的规矩 比如说用Mani-top Mani-water 然后那些Hankawa 之中之后 也是这些组成的 这些就属于那个 一个样式的一个上下纹 每一条有样式规矩 组成一个上下纹 然后形成一个表现形态 那关于信息的表现形态呢 是有多种的 而每一种表现形态 可对应多个样式的上下纹 表现形态呢 通过选择器 与刚刚提到的那个实体形态 可以相关联 一个信息有多种表现形态 这个怎么去看呢 比如说 刚刚说的 那一篇 那一个普通话的文章 那在不同的场景 它有不同的一个表现形态 比如说在文章里面 它是长这样的地图 然后在历史消息里面 它是一个卡片的形态 而在那一个绘画表里面 它长得是一个小卡片 当我们观想到朋友圈的时候呢 它的性形态是 就是那种 然后呢 每一种表现形态呢 可以对应多个样式上下纹 比如说 像这样的一个表现形态 我们去实现的时候呢 可以用blast布局 可以用web-stool布局 也可以用flop 当然也可以用inline block 或者是tablecell 这些呢 就是不同的上下纹 样式上下纹 那这些都可以用来实现我们那个表现形态 那表现形态 是通过选择器与实体形态相关联的 这个 大家应该不知道 就是这些 比如说class 那我们看一下一个很完整的例子 还是这篇文章 那它的意识形态呢 是包括了刚刚说的标题公众号 做指日期跟证 这些是它的原型性 也是它的一个意识形态 然后它的实体形态呢 就是用各种标记组成的一个上下纹 然后呢 它的表现形态呢 就是由各种各样的CS规则所组成的 这些就是那一个信息在网页中的三种互通的形态 好 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就是我们就讲了三个东西 一个是信息与网页间的一个关系 第二个是网页的特征 第三个是信息在网页中的一个存在形态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一个是 就是 呃 大家都知道就是 呃 前段时间我们微信推出了VY VY这个UI库 那也有我们图里面也有其他同学 在讲的这个UI库的一个世界里面 那这一次本想主要就是说 梳理一下呃 我们的世界里面背后的一些思考 同时那也是我们对网页的一个抽象化的一个思考 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在搞内幕的围办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出这样的一套 比较适合我们团队把我们需要的一套那一个理论基础吧 然后我看就是今天呃 呃 抛个转一个月 你生就是说 希望大家是以生活中的这种思维去对待去理解我们的网页去对待我们的艺术品 就希望对一些开发者有一些启发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团队 我们在那个青海那边 那个天空之镜拍了 当时去的时间不对 那个没有形成那一个天空之镜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是最右边那一个穿黄色衣服 我觉得这个主题呢 可能是比较简单一种的 所以大家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加上时间关系的税 我们的区别的完结就 不便了吧 最后呢 好 还是要真正的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接下来 请问一下 有关于SVG的问题吗 SVG的请接受 好 我看那个人比较积极 我想问一个关于SVG的问题 就是 就像你刚刚讲到的SVG它的渲染它比较耗性了 然后所以现在也比较少的一些网站会用到一些SVG的大图啊 或者说是动画 基本上都是一些 Iconform之类的一些小图标 那么我想问一个就是 这种SVG的动画以及大图类更适用于哪一些应用场景 或者说是比较适用于哪一些网站啊 或者说什么呢 谢谢 怎么样 其实 就主要适用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比较好站 当然其实 整体的性能 我觉得还是要根据测试的结果来的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这个线性动画和 TES不要超过20条以上的情况下 都是可以用来做动画的 那么在我刚才的工程画案上也讲的 其实我们是有降级的 那你可以把降级定到4.0以下的按钮 然后IOS基本上是没有弹性的问题的 然后PC上就更多可能有性的问题 我们的微信呢 不少的职业都是有大量的SVG的动画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想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用SVG IOS这个网站做过了一些SV的动画 导致做过这个SG文件特别的大 那其实动画问题都会很小 都是想问你们用什么空间做到SVG 怎样去优化之外 就念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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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刚才其实讲的 是有一个很很优秀的东西 就是SVG 有一个16形式的 然后你还可以优化它的精度 你直接把它的组点后面的内容去两下 这个图片没有放大10倍以上的话 其实是看不出来太多区别 这样的话整体的文件 其实就可以收到3分之2 对 对 问题是这样的 在开发SVG动画的时候 可能不是一次你把它写的话 可能我多次了一半 那么我在这一半个分钟 你不知道 其实就是说 对于这些初学生 或者是在开发当中 你有什么帮助的建议吗 你这个问题有点大 嗯 不知道怎么回答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主要看 跟一个设计师的配合吧 那其实动画它其实是一个 说简单也不简单 它其实里面设立到很多感觉 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实际上 要里面设计师慢慢去协调 然后去产生一个 你们两个人都会觉得 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动画的一个效果 是需要打磨的 对 刚刚你提到的那四个标签 第一 还有是赵德铁 啊对 可能你刚刚定的他的 那四个标签的语异化是一定的 啊不是不是 这个是标准 就是那个 设计师里面所提到的 对 是 既然是 如果有什么 原好的第一 SPOI 是我们自己 跟例如我们自己 编程之类的 呃 就 就因为 呃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 标签的时候 都会很焦躁的 就会很纠结 用什么标签 是 其实那一个 我去看来一下就是说 我的微信里面 那一个 HTML 那一份标准的 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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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标签 它其实里面有一个标签 它所能够 呃 能够 呃 这些人是我们没有提到的 我也是后面的 你 你好 这边 问几个 比较 一个 问一个 比较 呃 我觉得说可能 比较奇怪一点 就是 您刚才那个 整一个分享一下来 说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那个 信息是要跟那个 呃 一个是语音化的结构 一个是那个 信息 导出来的 一个上下文的 一个关系 那这样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呃 在我们一个 因为我自己本身做的 一个业务是需要说 呃 发布内容的 这么一个东西 那就是想问一下 我们自己 程序员自己写的 一个页面可以很好的 语音化 结果化 但是如果要把一个 呃 一个编辑器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给到一些编辑人员 去使用的时候 那怎么样的方式 才能让它 产出来的代表是更加好的一个 语音化 跟结构化的一个 证损 那同学 你刚刚说 那个编辑器的一个 还听不太懂 是说 那一个 呃就是 呃怎么说 呃 呃 没有任何代码技术的 那个编辑人员 产出出来的那个代码 跟优质 这个问题 我分成两部分来讲吧 第一部分是 关于我们就是 微信这边一个 比较可能比较 特殊的一种 分工方式吧 就是说 呃 我们这边是 UI开发 不是属于开发 而是属于世纪中心的 所以我们跟世纪 是平时打交道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呃 写代码的时候 一般就是会 呃 慢慢的就有点 有非同化的感觉吧 就是 我们会当在交互设计 或者是 甚至这样前面去分工 我们的信息 然后第二个就是 那一个 刚刚提到就是在 编辑器里面 如果作为一个 开发者来说的话 我相信呃 如果他是 呃 对于鱼化自己 有一些比较 就是说 比较深厚的时候 你自己这些认识的话 他是能够做得到的 但是我对于一个 普通用户的话 就需要 可能需要 在场面前面去做一些运达 真的是这样子 好 谢谢 优优独播 treatments